每一拍都20%的降價 這樣對我們全體的情而易堪 然後就為了這個一個地面的 這個保存的價值 我在陳書意見書裡面 具有保存價值的地場上 應該是很具有那個法規規定的很相識 我們這個裡面只有一個外觀的 也其他的內部 然後我們比較那個提化街 或者是什麼長的 還有那個玲米堂的這個 這些等等 我們內部的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具備的要件在 是不是我們政府委員 可以分解一個詳細看看 我們剛才提出各位手上的陳書意見書裡面的內容 就能夠幫你們詳細的閱讀 不要這樣子就是把我們認定的 這樣對我們情而易堪 雖然是法會有規定說 要我們全體人再去深宿願 這個又情何以堪能 這個價值能夠補償 證明能夠補償到多少 更糟糕的 我們在那個拍賣的程序當中 再說明你談裡面又有一個 我們文化局又有優先可以成購 那這樣子你說會有人來 會有人來成購嗎 財團或者是哪一個建設工作會再來承受嗎 不可能吧 結果最後還是我們文化局來市政府來成購 優先成購 這個是對我們權益人怎麼來彌補呢 這種從一個將近五億的錢 變成甚至到一億多 你說在這個106坪之下的 你看這樣子在這個地段地下 我們老祖先所留下來的 就這樣在我們手上把他賤賣掉了 變拍賣的不是說賤賣 是把他賣掉了 這樣情何以堪 我們對列土列中要怎麼去交代 我希望就是說各位委員能夠慎重的 是不是說應該幫我們 如果不具體文化的 導致價值的話希望幫我們撤銷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已經登記發言完畢了 好 我們是不是有讀化學同仁可以做一些說明 100號 100號 我這邊名單沒有登記 有 可是他時候還要登記 好 如果要發言話是不是請 請早落時間3分鐘 謝謝 各位委員班長 我是100號 100號 1樓的地主代表 主要是 剛剛在內容已經闡述 各位委員都清楚 因為我們這一塊整個 康運域執行準備這個區段來講 我們將來就是說 選擇基地的面積跟建設的 下台的7、8年 那這7、8年台 我們整個豬村的下台 幾乎都快定案 然後就在快定案的同時 剛好遇到這個 主機列展的問題 然後我們 地主目也很訝異 更何況我們100號在外觀上 已經跟102、104跟102完整部一樣 也被列管 所以這個顯然過了 然後 不是我們在早期 這個外觀已經是這樣的 阿基怎麼會被列管 然後最重要一點是 剛好我們整個 這個被列管的區域 在我們下台的整個都根案裡面 只是一個微小的部分 區域性 呆齊有的體積 事實上也是太小 然後我們下台的整個比例差距很大 會嚴重 會嚴重影響到我們整個地主 因為我們下台的話 我們已經到內疆街圈 然後到後面的兩疆街 所以這個區塊算很大 然後 剛好也是座落在整個三角區域 如果因為這三四戶 然後因為外觀起流的話 可能會影響移動這整個 康定路的都根的發展的區域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點 那重點是 因為 就整個基地 這個基地 就因為這三四戶的外觀 影響整個區域的發展 可能對整個市政的外觀 也不是說有幫助 這個大概是我要發表的意見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請教我們請委員 針對本案提出生意 讓你這個無力感 會更得真實 所以不會說因為你這個損失 到你後面的開發案有什麼減損 它們是一個家族的效果 你就對一些參觀一下文房 你們開發以後那個文房 讓他這個整個大宗的那個家族 也你們的那個壽價都提高 就這個固定說我們文師給你身分的訪問 也有多少的損失了 這個我想開發公司他會去爭取這個作為 那吳馬姐也會有適度的這樣一個爭取 和寫入的希望 我想這一點 因為每次我們都聽到對私有的財產 好像政府都一直在虛負 但是希子呢 因為有時候那個 從某個角度的觀點來看的話 政府希子可以幫助你 所以我覺得我想要 可能因為你那天會本也有造成 那我是這樣想 因為這個案子 有幾個這個 我們那個 今天開這個會 我覺得還是要選擇 從第一頁那個辦理情形 因為看起來好像我們這個會 今天這個會 就是急著要配合 台灣法院 要趕快做拍馬 你看這個 他要我們來認證104號106號 那我們的報告裡面呢 是包括了100號102號 也就是說法院要求你做104、106 那我們去啟動文資的這個程序呢 是把100跟105 所以造成今天這些私有財產的人呢 來我們這邊來做一個抗議 我想這個都是會讓人家誤解的 而且你看第二頁 因為法院第四次 第四次的開判要到10月3號 就是6天後 那我今天開會 如果做了決議的話 再怎麼樣都會被人家誤導說 我就是配合法院 所以在文資的這個 這個審議裡面啊 我們其他很多個案 包括了 這個 這個 你後面的資料 就是我們的這個文學價值評估裡面 也提到了 其實 其實我個人在當天的會議 我也這個 要把例面綁起來 所以這一點在我這邊意見裡面的話 就不以文資身分 但是我還是主張說 如果可能的話 讓這個開發商 讓這個 地主啊 要儘快的做這樣 這個 這個都更案的時候呢 能夠把這個 例面也能夠把它保留下來 所以從這個現實面來講 我們過去都通過了這樣類似的案子 因為到了例面保留 到了都二舉是一個混淆 都市市議審議的時候 我們很多案子 到了都市市議審議總被犯案 也沒有照我們這邊說 要例面保留怎麼樣去執行 甚至把例面又整棟房子 又把它搬到別的地方去 不過 在現實面來講的話 這個都會 讓我們的這些地主 一直抗爭一直抗爭 所以 我是覺得 如果一個案子呢 像這樣的有正義的 而且我們 這個局裡面 對這個 這個案子呢 一個 這個文資的價值評估 也沒有提出來 今天這個案子 跟前面的案子都不一樣 也沒有提出來一個女辦的方向 所以我個人覺得 就我現場去看 我還是再一次的這個 希望說這個案子能不能暫緩 因為 因為 這個 讓人家 這個 今天怎麼處理都不是 又要迴避地主的這樣的一個願望 又好像法院那邊又急著要開賣 那會不會有這些困擾 這個可能有 我們要再思考 謝謝 好 請上個人提供參考 謝謝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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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委會說明一下 就是有關都設施理議 這個部分 就是 關於更新 如果涉及到基地開發設施到更新跟都設計選議的話 地上屋如果指定成利件或非利件其實都有案例 最近的案例其實在歸水街也是利面齊樓的保留 這個其實也是有案例的 就是說 當然 我們會建議說 文化制裁委員會如果要認定開發基地的這個部分 當然 必須要考量有關實地主它開發上的權益 就是說 為什麼在都設計選議跟更新選議的時候 會做了些許的一些 選議上的調整 但是我們先說明一下 歸水街這個案子 齊樓的裡面都是在原址、原地、甚至原構造 我們都這樣了解 原構造 那 本案的話看來跟歸水街這個案子類似 那 會建議說 無論本案日後是否指定為利件或補機 都希望能夠把指定的構造項目內容 就空間、配置、構造方式 能夠在文化委員會的記錄上 能夠明確採集 後續我們的都省跟更新選議的時候 再後續變合選議 哪一站 謝謝 請去我說明一下 兩個部分 第一個對列測追蹤可能做選不太明瞭 老師剛剛問的問題 我先回答 列測追蹤對私有的 有文化資產潛力價值的建物 原則上 做完普查以後 會把資料放在文化局 那現在也會到相關的譬如建管處、渡發局 大概都會會過去 那他的意思就是 不公開 以免受到 還在沒有保存價值 意願的時候 受到破壞 那但是你要進行處分 像法院也是一種處分 或是要開發的時候 就要提出審議 所以老師不是配合法院 是依據辦法 如果你要進行處分 你就要被審議了 他就有強制力就出來了 他不願意 在這個時候的最後一道關卡的時候 還不去提 給不給身份 這就是最後一道關卡 他會提 你現在怎麼是法的 還一直這樣子 這是第一個 列測追蹤 對私有文知 其實現在是這樣子 我們也跟文知局反映說 這個當然 我自己個人覺得 還是有憲法上的問題 因為你也沒有給列測追蹤的人 相當的權益跟補助 這是有問題 但是這個法律 現在已經這樣定了 我們也不是立法院 沒有辦法 所以要跟委員去解釋這個部分 那第二個問題 是今天 當然我們也有被指出幾個案子 我們大概不能再做那個例面 在我們這邊去談例面 但是可以談 給不給身份 或是給身份的範圍 這個是要談的 要嘛就是投票 不給 或給 要嘛就是講 範圍講清楚 那龜吹基文龍龍那個案子 是用34條的例面去審周邊的 說你請周邊配合 將來改建 他跟古蹟本體給不給沒有關係 所以他沒有身份 這是很清楚的 所以在法律上 他把我們若聚文資會的決策是清楚的 所以今天如果委員有意見 第一個意見是沒有退回法院 他本來就是要做這樣的處分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老師一定可能決議給不給身份 可能有爭議的時候還要投票 當然如果老師覺得要再看可以 因為我剛剛問過時間還夠 但是 對 他還有一段時間半年內 還有時間可以再看 但是當初看的時候大概就是這時間 好 大概做一個說明 來 老師 對不起 三天請 就要再發言 我不是說區裡面的法院 這個當然 目前是因為辦理刑警裡面 就這兩個禮 兩個都是提到這個法院叫 這個就我們104號 106號 是不是會很清潔 我們後面我們當然也有理清 我們這個跟法院的這個拍賣弦線 是在第二月的第四點 包括第四點 我們是無色法院公開拍賣 所以我並不是說 但是你說說文字上的這個表達 在這個歐文書上面這邊寫辦理刑警 是不是能夠把我們文化局過去 對這一棟建築物的劣策的情形 然後因為有劣策 所以我們要啟動去那個文化 這個人審議的程序 這樣才對 不能夠說指定這兩條 難怪人家看了我們 看了都不會 這是我的演藝 如果可能的話 真的我還是先貼這個拜託 如果大會盡量不要做決議 很多人還沒有看過的 當然去看 因為這個例面真的看起來 從表面看 就跟迪化街的一模一樣 我們沒有不留的道理 但是呢 因為它不是一個迪化街的街區 不是我們政府公告的整條街區 要有一個街區的這樣的一個立像 所以它是單動的 所以裡面要都是 進去看以後都是行鋼在支撐的 那個旗樓的樓板也全部都崩毀掉了 都是現代化的一些行鋼的補償 所以表面看起來就是一層體 所以我去現場看的 我是覺得說真的 如果給那個文字身份 那要去修 你又沒有整個街區的那個意象出來 所以我個人就有這樣的一個看 所以如果可能的話 就是還沒有去看過的 我們也在安排時間當中去看 我是這樣給建議 謝謝 好 這對張老師的建議 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的 有什麼意見 如果沒有的話 我是就遵照張老師的建議 我們先懷疑 然後我們也請其他委員去 再去看 然後同時我們也參所 如果有什麼意見 如果我們下一次 如果有些委員覺得要保留 另一面或其他基礎元素 也請更專業的更進去的 再把他摘入下禮 這樣的話 以後即便是我具備這個文字身份 如果他有後續 我可以用比較明確的辦理方式 可以依據 好 我們就來歡迎 等議案4 案由大同區 引化這一段 130 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七十八條 古蹟指定及廢紙等審查辦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登錄廢紙審查及輔助辦法 辦理情形一 本案建物位於大同區 敵化街一段130 號 坐落地號為延平段三小段 六九二、六九二之一、六九三地號 等三筆土地 建號為延平段三小段 兩大五十三建號 建物為專召城壯場 扎哥市木購甲 第一、三進為兩層樓 第二進為一層樓中有夾層半樓 目前作為中藥行店鋪使用 所有權人委託議員創合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代為申請文化資產價值審查事宜 本局依據文化資產保則法規定 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二、本局於107年4月18日辦理 敵化街一段130 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 會刊結論略議 經委員綜合討論 初步認定具文化資產價值 建議登入為歷史建築 後續將會者文化資產評估報告 續送台北市政府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 巨多建築群 考古遺址及史基及文化景觀審議會審議參考 專案小組委員意見 請詳指本資料 本案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 請詳指本資料 接下來針對報告做簡略載要 首先看到地極地形圖 現況圖為建物立面 三鏡側面罩及植磷窗 真的看到二鏡屋頂 二鏡斗子氣 屏幕報 你辦一 你辦請你請同意 登入大銅鬚 建物為大銅鬚 建物為歷史建築 名稱 底化街一段130號電屋 種類宅地 位置或地址為 台北市大銅鬚底化街一段130號 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 歷史建築本體為 底化街一段130號建築本體 建物為大銅鬚 沿平段三小段 253間號 總面積為161.16平方公尺 建物座肉土地為大銅鬚沿平段三小段 692 土地面積210平方公尺 692-1 土地面積210平方公尺